天赋的力量第九章 想象的奥秘 或许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想象的世界 事实上 生活就是一种想象的活动 我们眼前的一切 虽然看起来像是存在于我们之外 但其实是存在于我们之内 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在这个生命短暂而有限的世界里 我们眼睛所见的 不过是一道道影子 任何事物都无法凭借着 自身的力量出现或持续存在 事件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相对稳定的想象活动 创造了它们 只要获得这样的支持 它们就会持续存在 因此 想象的奥秘可以说是最重大的问题 每个人都渴望寻得答案 因为至高无上的力量 至高无上的智慧 以及至高无上的喜乐 全都存在于这个大奥秘的答案之中 一旦解开了想象的奥秘 会发现因果关系的秘密就是 想象创造了现实 神的想象与人的想象 并非两种不同的力量 而是同一种力量 两者之间的有效区别 不在于物质实体本身 而在于操作的效力与强度 以高强度来操作时 想象中的活动会马上变成客观的事实 以低强度来操作时 想象中的活动要花上一段时间才会被实现 人类的历史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政体 革命、战争以及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 这些都可以书写成男人与女人的各种想象活动 不管是男是女 有想象力的人会不断施展魔法 而所有缺乏想象力、消极被动的人 则会不断流逝 未来是人类想象活动的创意征途 想象不仅是诗人、艺术家、演员 及演说家创作的力量 也是科学家、发明家、商人、工匠所具备的创造力 在毫无约束、令人厌恶的影像制作中 想象力被盗用的现象显而易见 然而,不断的镇压 又会产生贫瘠、匮乏的反效果 从而剥夺了一个人可以拥有的丰富经验 想象出新颖的方法来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 远比压制与扼杀渴望高尚得多 生命就是一直在解决不断产生的问题 想象会创造出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由人们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 也包括无数互相冲突的信念 因此,永远都不可能维持唯一种稳定或静止的状态 今天发生的事,必然会搅乱昨天已建立起来的秩序 不管男人或女人,只要有想象力 就一定会动摇原本平坚的心境 在你的想象中,坚守住你的理想 除非你无法坚定地去想象 这个理想被实现 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从你的想象中夺走 同时,你也要记住 只想象有价值或前景看好的状态 在改变自己的想象之前 就试图要改变周遭的环境 只是在跟事物的本质做徒劳的挣扎而已 除非想象先发生改变 否则,外在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如果没有一起改变想象的内容 只是徒劳无功的微调而已 想象你的愿望已经实现 并与你当下的状态合而为一 在这样的结合中 我们的作为会与想象保持一致 由此可知 改变想象就能改变行为 然而,当我们只是从一个想象状态 换到另一个想象状态时 并不能成为一种改变 因为每一个状态都会快速地被另一个相反的状态所替代 唯有在一个状态发展到非常稳定 足以成为我们固定不变的心境 及习惯性的态度后 这个习以为常的状态才会成为我们的特质 也才是一次真正的转变 现在,将你的注意力放在这张唱片的封面设计上 你会注意到有个人坐在公园长凳上 正在想象自己是待在家里 这就是那些保持清醒的躺在床上 好让梦想成真的人所拥有的秘密 他们知道如何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之屋 直到梦想成真 透过受到控制的清零梦这个媒介 我们可以预先决定未来 活在欲望已被实现的感受中 这样的想象可以让我们跨越世界的桥梁 实现梦想 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梦想中 让它为出发点去思考 而非只是想着它 那么,想象的创造力将会回应我们的大胆幻想 愿望成真的那一天将会出乎意料地到来 人类就是想象力 因此,一个人必须待在自己所想象的地方 因为他的想象就是自己 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一点 想象力不是某种与感官绑在一起的东西 也没有被封闭禁锢在身体之内 虽然我们是借着移动物质身体 才能在空间中移动 但其实我们的能力不止如此 事实上 借由改变所意识到的事物 我们就可以移动 虽然眼见为平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象一个从未看过的景象 如果有座山阻挡了我们想要的生活 我们随时都可以把它移走 从事物的现状改变到它应有的状态 这种心智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也揭示了人作为想象中心所拥有的干预能量 使我们得以借由观察来改变事件的发展 并透过本质 他人和自己的一连串心理转变 从一次成功走向另一次成功 怎么能做到呢 答案是放弃自我 把现在的自己放下 这就是秘密 我们必须在心理上沉浸在愿望已被实现的感受中 沉浸在对于目前这个状态的喜爱 这样一来就可让自己脱离旧的状态 活在新的状态之中 我们无法对不爱的东西做出承诺 所以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的秘诀 就是信心加上爱 信心是相信不可思议的事 把自己交付给愿望已经实现的感受 相信这种自我交付的行为将会成为现实 而他的确会 因为想象会创造现实 想象力既保守又创新 说他保守 是因为想象力是根据旧有的记忆 及感官信息提供的印象 来建立起他的世界 说他创新 求新求变 是因为他敢做梦 敢幻想 在印象的处理过程中 优先取用的自然是感官印象 尽管如此 当下的感官印象也只是印象 在本质上 与记忆印象或是渴望的印象并无区别 是什么让当下的感官印象变得客观而真实 答案是个人的想象力 你要从想象力的角度去思考 而记忆印象或渴望的印象 个人的想象力并没有参与其中 而是在外部运作 如果我们能够走进自己想象的情景中 就像这个唱编的封面一样 那么就会知道什么是有创意的改变 我们会实现愿望 然后变得很快乐 每个想象都可能被体现 但除非我们亲自走进这个想象中 并以它的角度来思考 否则这个想象无法在现实中产生 因此期待时间会帮你实现愿望 那是极其愚蠢的 愿望的实践需要想象力帮一把 倘若没有想象力参与其中 愿望显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想象力是一种灵性觉知 进入愿望被实现的想象之中 然后整个心理状态 都要表现得如同愿望已经成了事实 以此来强化灵性知觉的鲜明感 与现实感 现在来说说我所谓的灵性知觉 想象你手上拿着一朵玫瑰花 闻闻它的味道 你有闻到玫瑰花的香气吗 如果有玫瑰不在你手上 为什么它的香味会飘洒在空中呢 透过灵性知觉 也就是透过想象的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以及触觉 我们可以让某个意向变得非常逼真生动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所有助力都会一起涌现 同心协力地帮助我们收割成果 反复推敲后 我们会发现 引导我们走向目标的线索有多么微妙 绝对是想都想不出来的 但是 想象力却能用这些方法来让它自己成为一个现实事件 如果有人渴望摆脱僵化的知觉 渴望将现在的生活变成一个美梦 他只需要去想象 想象 想象他已经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然后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感觉 他要像孩子一样幻想 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 用纯粹的幻想去创造他的世界 他整个心理状态都要进入这个梦想中 让心智去做这个状态下会做的事 如同他的梦想已经成真 他会发现不是有钱就能实现梦想 能够实现梦想的是富有想象力的人 除了事实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实现梦想 而事实是想象力创造出来的 如果有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想象 他就能改变事实 我们与自己的过去是一个连结结构 这个结构包括所有已被封存的事实 以及还在表面心智下运作的事实 对我们来说 这个结构看似无法改变 是一段已经死去 无法挽回的过去 但是对这个结构来说 它是活的 是活生生且正在发生的历史 我们无法把过去的错误抛出脑后 因为所有发生过的事都无法抹杀 过去发生的事依然存在 并且还在不断发酵 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记忆 寻找并摧毁有害的根源 不论它们在记忆中藏得有多深 或事情已经发生多久 回到过去 在想象中重演过去的场景 就像第一次发生一样 然后进行修正 撤销有害的结果 改变生命意味着改变我们的过去 现在诸恶之音 就是那些未被修正的过往事件 过去与现在 共同构下了我们这个人 我们随身携带着所有点点滴滴的内容 而对内容所做的任何改动都会改变现在与未来 要活得高尚 让心智得以储存一个值得回忆的过去 如果你不是这样活着 那就回头去进行修正 一旦过去被重新创造成为现在 经过修正的过去 也会被重新创造成为现在 否则 耶和华的承诺 你们的罪 虽像猪虹 必变成白雪 就是谎言了 你可能会有以下的种种疑问 如何去想象比实际更美好的场景 或是如何在心里重写一封符合愿望的信 或是如何修改某个故事现场 或如何与老板面试等等 以改变过去那些似乎无法改变的事实 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些关于想象的要点吗 想象能创造现实 它所创造的 它也可以使之还原或消失 想象力是保守的 它从记忆中提取旧有的意向来创造生活条件 但想象力也是求新求变的 它可以修正一个已经存在的事件 圣经有一则故事是 不义的管家 恰好为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不义的管家 讲的是一位要被辞退的管家 趁着还未卸职的空档 偷偷跟主人的债务人修改欠条 给他们好处来结交这些人 但主人知道后却没有生气 反而称赞管家机制 以及善于把握机会 我们可以善用某种创改事实的做法 来改变我们的世界 也就是说 对我们所经历过的事件 做出某种蓄意的更动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 这种造假不仅不会被谴责判罪 事实上 在福音的教导中是被认可的 因为透过这样的谎言 我们可以去摧毁诸恶之音 并结交朋友 而凭着这样的修正 不义的管家也从主人那里获得赞扬 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因为想象创造现实 所以我们可以把修正发挥到极致 去修改原本不可原谅的场景或事件 我们知道 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 不等于他能够进入他所想象的状态 不义的管家在看到他人的苦恼时 会把他应该被别人看到的样子 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自己有需要 他会像这张唱片的封面上那个人一样 在想象中进入梦想之屋 想象他将会在这里看到什么 这里的事物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这里的人会如何行事 事后会继续如何发展 然后他应该抱着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该有的感觉憨然入睡 但愿所有耶和华的子民都是不义的管家 去篡改精神层面的生命事件 让个人的愿望永远得以被实现 我们的想象会不断改变 直到改变的模式 最后终于抵达实现的顶点 我们的未来是想象活动的创意征途 想象永远出乎你的意料 去好好想象一个比现在更美好的未来吧 本章完 感谢收听 祝你有强大的想象力